辽道宗于寿昌七年病死,皇孙延禧及帝位,好天作皇帝,再为二十四年,这期间女真兴起,金朝建国南清,辽朝由衰乱而败亡,后族夺位之政却仍在继续发展,饱大三年,又发生了文妃母子被杀案。 天作地末年,文献散意,原人编修辽史,无实录可惧,大体依据陈大任旧史,宋人济世与故老传闻,书漏俄物甚于前朝。 考察文妃母子一案,不能不先对辽史关于天作诸后妃与诸皇子的济世,做一些考定语书理。 辽史后妃传,收入天作地后妃四人。 一,天作皇后萧氏,小字夺脸兰,宰相继贤五十村,大恩三年入宫,明年封燕国王妃,前统出色为皇后。 姓贤叔友谊则,兄弟奉仙,宝仙等缘后宠并认。 女真乱,从天作而受,已急崩。 萧后此传,可补正者有三。 传称后为季仙五十村,戏出于巴里少妇房之萧思问,成天后家族。 季仙又作季远,初季思问。 据前隐秦敬国大长公主穆志明,季远子少宗,孙三人,永、明、安。 后父当为三人中一人之子。 萧凤仙,宝仙,系亲埃后帝萧孝仙之孙,系出树律式家族,与萧氏无赦。 其当国制有海滨王后传,实为原妃传。 辽史编者将天作皇后与凤仙媚原妃物为一人,是应与丁正的。 后传不载子次,辽史皇子表也不见此后所生皇子。 萧后无子,当属可信。 二,天作德妃萧氏,小字尸姑,背伏在相长歌之女。 寿龙二年入宫,封燕国妃,生子达鲁,前统三年,盖德妃。 以柴策里封达鲁为燕国王,加妃号赞义,王兽以哀弃阴,以哀弃族。 德妃赴长歌,聊史卷八十二有传。 自胡都锦,国旧之族。 辽史道宗传,又作长歌。 辽宁法库出土萧义木之名称,公之次女远离楚国,辅佐于中。 萧义自至紫长,即辽史之长歌。 木之右姬,齐先迪列宁,太祖姑表弟,应天皇后之长兄也。 迪列宁,即辽史之萧迪鲁,于应天后,即纯亲后,同母异父。 狄卢子萧汉在世宗朝因谋反罪处死,子族后裔不见后妃,德妃是谨见的义人。 德妃所生皇子达鲁,于前统三年十一月,以梁王封燕国王,四年正月病死,见辽史道宗纪。 非父萧义死于天庆二年三月,木之称有女三人,今皇帝赞瑞德妃,既其次也,是其时德妃尚在。 传云王鸿以哀弃足,当时传闻之词,并非实录,足年不详。 三,天座文妃萧氏,小字瑟瑟,国旧大妇房之女。 前统出帝姓耶律达葛帝,见儿姓之逆宫中庶月。 三年冬立为文妃,生蜀国公主,晋王敖鲁汉,游备宠姓。 以猜测加号成义。 文妃系出国旧大妇房,即沈密巴里大妇房。 这一家族,鉴于辽史者,有萧和尚,特末兄弟。 和尚之子,即党父重元的萧格。 文妃复名诗宰,当妃显患。 耶律达葛,又叫达厄里,达葛里,系文妃姐夫。 天座帝娶妻妃纳如宫中,千统三年,立为文妃, 生公主与晋王。 辽史道宗记载,前统六年十一月,封皇子敖鲁汉为晋王, 出生当在此前一年。 文妃有地名萧玉,驸马都尉,妹夫即耶律余睹, 巨战,巨见辽史有关记传,不被引。 四,天座原妃萧氏,小字贵歌,燕国妃之妹。 年十七,侧为原妃,姓陈静,从天座西寿,以吉轰。 原妃在天座后妃中是一位重要的人物,但史传记载圣件。 燕国妃即德妃,前印萧义木之,游女三人,长为妮,刺激德妃, 三女士南面成旨耶律里。 德妃家并没有入宫为妃之妹。 原妃兄弟凤仙宝仙误入后传,传闻显然有误。 中华书局较典本,辽史后辉传,较看记,又误认,原妃之姐为天座皇后。 前印指出,原妃为凤仙之妹,屡见辽史天座记, 肖凤仙传传及契丹国志等书。 辽史肖凤仙传在卷120,童书卷100,又见肖德妃底传, 妒媚为直。 傅乐焕,辽史傅文举例,曾考定凤仙,德妃底实为一人。 两传重出,其说甚确。 凤仙或德妃底,父名萨波,祖父及亲爱后帝肖孝仙。 综上考证可知,天座后妃四人众,皇后戏出沈密拔礼少妇房, 肖思问成天后家族,德妃戏出肖迪鲁家族后裔。 文妃戏出沈密拔礼大妇房与肖阁同族, 原妃则出于树律式亲爱后家族。 追家族自重远乱后,肖孝有福祖,肖狐独败亡, 狐独子五人均被处死,此戏随绝。 肖孝目一戏自宜德皇后案之后遭到贬处。 天座帝天庆六年,贬为庶人的惠妃坦思被迎回, 加号太皇太妃。 被流放的肖仇汉被启用为东西行军副多统, 在作战中败死。 肖于李也被启用同之疏密院士改北院大王。 前男后帝肖孝仙在兴踪时被贬,出巢,但未加罪。 其孙凤仙天座帝前统四年,知北院疏密史事。 天庆八年以南面昭陶史, 晋任北院疏密史,得天座帝以用, 顶军御军国重事。 而宝仙为东京留守,四仙为东北路都统,以抗金兵。 原非兄弟具备启用,以肖凤仙为首的树律士家族, 又成为参与朝政的有权势的险贵。 辽史天座帝纪,据契丹国制,称天座帝有四字, 但辽史记传所见皇子多至六人。 皇子表六字排笔错乱,记传所记没有误混, 也需要做一番梳理。 一,辽史道宗记,大安五年十一月,丁卯硕, 燕国王延喜生子,大赦,非之祖鼠,禁绝有差。 本记不在此非与皇子明,也不见后非传。 暗器当国制天座帝纪,称, 有四子掌约赵王,昭荣所生。 辽史天座帝纪,宝大元年正月, 戏据此一路,亦改为母约赵昭荣,书为诗句。 赵王又见辽史天座帝纪,天庆九年八月, 以赵王习尼烈为西京留守, 宝大元年为替影。 金史太祖纪,天府七年四月, 宗望追及辽主决战大败之, 获其子赵王习尼烈,当即辞子。 昭荣所出即魏立为妃的公平所生, 故后妃传不在。 习尼烈生于道宗大安中, 与萧奉先妹,原妃无赦, 辽史肖里德传记为妃书,当戏误会。 二,辽史道宗记大安九年十月以位, 燕国王延禧生子,四舍, 妃之祖属并晋级, 亦不在妃号及子宁, 后妃传也不见辞子。 前隐契当国志称天座四子, 赐约晋王,文妃所出。 辽史天座的帝纪同, 岸晋王敖鲁汉,当生于秦统五年间, 显然并不是大安九年出生的皇子。 简辽史天座帝纪, 莫副耶律雅里传, 称,耶律雅里者天座皇帝第二子也, 自撒兰,七岁玉立为皇太子, 别致未尽封凉王。 天座渡河奔下, 对帅耶律迪列, 等劫雅里, 北走至沙, 属辽共立雅里为主, 殷至极族年三十。 积称雅里为天座第二子, 宝大三年族年三十, 由此上推, 其生年恰是大安九年, 可证此子既是梁王雅里。 但既称, 年七岁, 玉立为皇太子云云。 雅里七岁时, 道宗尚在位, 天座帝十为皇孙, 又怎么能够立其子雅里为皇太子。 岸德非所生皇子达鲁, 曾封梁王, 前统三年进封燕国王, 其年恰是七岁。 道宗天座帝府继位前, 均曾封燕国王。 达鲁进封, 即意味着玉立为皇太子。 由此可以明白, 雅里传词语, 乃系编者误魂, 两梁王为一人, 将达鲁之事, 物济置于雅里名下。 由此也可推知, 所谓萨兰, 实际达鲁的意义。 史料来源不同, 编者不察, 随之混屋。 这一疑问既得解决, 既天座帝第二子, 既梁王雅里无疑。 金木不见于后非传, 当也是出于公平。 三, 达鲁生于寿昌三年, 意见辽史道宗记。 既称三月新幼, 燕国王, 严洗生子, 奎汉, 赐名达鲁, 非知父长哥, 长哥, 千左兼门卫上将军。 达鲁之母, 长哥之女, 既燕国妃, 后称德妃, 辽史既是甚为明白。 前文字, 雅里传西出, 玉立为皇太子氏, 他表明公平所生二子, 并不具有继承皇位的资格, 故天座帝, 晋封达鲁为燕国王, 但未即立为太子, 即病死。 四, 第四子, 即天座帝前通五年前后, 文妃所生子, 晋王敖鲁汉。 辽史敖鲁汉传, 称他是天座帝长子, 这当然是由于, 这当是由于习尼列, 雅里出自公平, 达鲁死后, 晋王在皇妃诸子中, 居长的缘故。 辽史皇子表, 据此列为皇子第一, 十五。 无, 元妃生梁子, 秦王定, 许王宁。 辽史后妃传诗带, 但妓传有关记事, 可以确证。 梁子生年巨不祥, 当在晋王之后。 传本, 契丹国制, 勿许王为陆王。 辽朝王后, 秦王许王具为金兵俘虏, 见金使太子继。 依上不惜篇幅, 丁正辽史有关天作后妃与诸皇子的记事。 由此可知, 天作帝即位前, 此有公平生二子, 赵王习尼烈与梁王雅里。 皇后五子, 德妃生子达鲁, 前统三年封燕国王, 玉立为皇太子, 四年病死。 文妃生子敖鲁汉, 封晋王。 元妃又生二子, 秦王定, 许王宁。 天庆以来的局势是, 晋王在皇妃诸子中居长, 史称他既有人望, 既长且贤。 但元妃细出数律式后族, 帝奉先得天作帝以任, 为国中权臣。 由此便可以明白, 在皇位继承这传晋与传秦, 乃是后族争议的焦点, 而这也正是文妃案发生的背景与原因。 辽水天作帝纪, 宝大元年, 对此案原为有简要的叙述。 国人之晋王之贤, 身所蜀望, 元妃之兄, 淑密使萧凤先, 孔秦王不得力, 欠徒之。 文妃姊妹三人, 掌氏耶律达厄里, 赐文妃, 赐氏鱼主, 一日其子若媚聚会军前, 奉先奉仁, 乌驸马, 萧玉及鱼独等欲牟利晋王, 誓决, 欲厄达里等辅诸文妃义赐此, 独晋王未忍加罪, 鱼独在军中文之大句, 纪帅千余记, 判入金。 这段记载四出契丹国制而有所增议, 遥史刑法制细出金人陈大圣史记, 继此案也称, 奉先乃诬告余独等牟利晋王, 尊天作为太上皇, 随陆达厄里及其妻, 赐文妃自尽。 遥史厚非传, 萧孝仙传, 萧德里底传, 及耶律余独传等有关列传, 都记此事出于萧奉先的诬告, 为晋王敖鲁汉传, 称余独与其母文妃牟利是绝, 奥鲁汉实不与谋免, 此传史原不明, 似得自辽朝故老, 旨在为晋王血渊, 故只说他实不与谋, 而对牟利是不佳判断, 这是可以理解的, 至此孤传并不足以否认, 此案出于奉先的诬告。 此案发生前一年, 金兵已攻克辽上经, 天作地遗志西经。 耶利于赌时任东路都统, 领兵降进, 今使耶利于赌传, 摘录其降书大概是较为原始的记录。 转载降书, 又言书密使德里底本无才能, 但阿语取忠, 其子摩哥任以军事, 又言文妃长子晋王, 素系仍旺, 宜为处妇, 德里底以原妃诸子, 以所自出, 是晋王初祭, 原文词后有文妃二字, 显息掩文, 晋王初祭, 乃是初为韩德杖之后, 世间了史晋王传, 耶律龙韵传, 即因未至上。 韩德杖得成天太后宠幸, 赐国姓耶律, 改名龙韵, 列于皇族横帐, 无子, 此后曾以魏王贴布子耶鲁出祭, 并死, 随又以皇子敖鲁汉出祭。 语督降书透露, 晋王初祭, 乃是出于德里底, 即萧奉仙的阴谋, 以便己所自出, 即树律是原妃所生之子, 得即皇位。 由此可见, 文妃案以前, 萧奉仙为原妃子谋夺皇位, 续谋已久。 于赌降书, 右言晋王与驸马以信, 谋负其疏密使, 来告于赌, 共定大计, 而所图不成。 右言以粗更军事, 进侧辽主, 德里底必知, 辽主义不審查。 驸马以信当即辽使的驸马肖玉, 辽使肖奉仙传称, 乌耶利于度, 皆驸马肖玉谋利其身晋王, 此肖玉是文妃之地, 与肖奉仙次子玉同名, 并非一人, 不可误会。 谋负其疏密使, 即图谋除免肖奉仙疏密使之, 但所图不成。 由此可见, 晋王与肖玉, 于度, 高义与奉仙党形成对立, 相互倾压。 其中所谓早静大计即亲赴奉仙之计, 并非谋费天作, 故夏文右言, 近侧辽主, 其意甚明。 于度叛辽祥金, 与辽国情势无需隐晦, 但只说晋文德里底欲发, 乃领兵来祥, 也并未涉及费力之事。 辽使耶利于度传, 说他的叛逃是因为拒步能自明被诸, 当属可信。 于度叛达后, 天作帝曾分前武将, 集合诸部军马追赶。 辽使天作帝记载, 诸君一约, 主上信肖奉仙言, 于度乃宗氏豪郡, 不若纵之。 诸君将的同情在于于度一方, 指责天作误信奉仙言, 以致不惜私诵于度, 这一事实也有力的说明, 此案处于奉仙的污指。 晋王之被害在文妃赐死的次年, 即宝大二年征月, 天作帝于上年九月逃至南京, 这时于度引经兵来宫, 天作又出居庸官, 致冤阳乐。 关于晋王之死, 辽使刑法至在, 又以耶律萨巴, 欲杰利敖鲁汉, 随诸萨巴, 近其党旅, 敖鲁汉已有人望, 即日辞死。 萨巴其人不见使战, 当时基层军兵, 趁辽帝败逃作乱, 致称玉杰利, 此晋王尚未被劫。 辽使天作帝纪, 则称晋王之死, 由于萧凤仙的戒言。 萧凤仙曰, 于度此来玉利生晋王耳, 若为社稷记, 不惜一子, 明其罪诸之, 可不战而于度自会议, 尚随赐晋王此。 萨巴之事荣获有之, 萧凤仙促杀晋王, 当也非虚构。 同书同记, 在天作拜逃入驾山, 方勿孝奉仙之不忠, 怒约辱父子误我至此, 所谓误我, 当包括诬陷文妃, 晋王, 以致余赌叛逃引金兵来攻, 足至亡疗。 书里有关记载, 事件之发展还是脉过清楚的。 天作帝路驾山后, 耶律纯在南京称帝, 废天作帝, 将封湘英王, 既当国制收录, 纯称帝诏书, 是一篇难得的原始始料。 诏书中曾指责天作, 汉子之路实无名, 极其之乱熟可忍。 下句指天作与世臣其淫乱世, 上句显然是说晋王之死。 诏书中公然宣称死实无名, 可见晋王之辈污望为世人所共建。 文非晋王案的发生, 历史辽朝灭亡的前夕, 肖奉先之所以急急于谋害文非母子, 当与天作帝有意传为有关。 辽史刑法是说, 天作末年, 游牧无度, 颇有眷秦义。 七丹国制也说天作, 常有眷处万机之义。 天作尚在而始称奉先孔秦王不得利, 可由天作眷秦得到合理的解释。 史及所见文王晋王案若干具体情节的济世, 或有出入, 但肖奉先图尽力秦, 则贯穿全案的始终, 辽宋金人济世, 术均无一辞。 由此说来, 文非案乃是树律氏全臣肖奉先, 谋害文非晋王, 为树律氏原非所生的秦王谋取皇位。 他实质上是齐天后, 宜德后两岸之后, 树律氏家族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皇前的斟酌。 但是这次争夺位的结局是树律氏家族的彻底溃命。 宝大元年, 肖奉先父子遭天作帝赤竹, 被部下直送金营。 长子昂被金兵杀死, 奉先及赤子玉被辽兵劫回处死。 肖孝墓后裔余里也, 也被金兵俘获, 天作诸子赵王习尼烈, 及亲王序王先后被俘。 梁王雅里被杰利, 病死, 两年后天作帝也被金兵俘虏, 处律氏家族与辽皇上通归一见。